今天我想介绍一个古人没有吃过的小果子 就是蔓越莓 蔓越莓在十多年以前 我去美洲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边的女性非常推崇蔓越莓 特别是女性用于一个下胶的调养 她们就叫做泌尿系统的一个调养 那我就研究以后 发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把它好有一笔 就是甘果中的鱼心草 所以我就在那边每天也就研究它 并且也吃它 而且小朋友也很喜欢吃它 酸酸甜甜 我儿子也很爱吃 吃了以后还蛮开胃的 我们每天都在吃 而且很有趣的是 在那边也有很多的中国朋友 他们其实不是很了解蔓越莓这个东西 虽然长期居住在那边 所以我去那边的超市 临走的时候 我去囤货买很多的蔓越莓的时候 就被他们发现 说你为什么买这么多呢 我就在那里现场给他们讲了讲 蔓越莓的功效 结果呢 一下聚集了好多人 围在那里听我讲 之后呢 他们都在那里抢购 其实这也就说明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大家日常食用的那些食物啊 可能大家只觉得好吃 而没有发现它深层的道理 一旦了解了以后 就恍然大悟 原来它们是这么好 现在呢 当然蔓越莓已经大量的进口到国内了 大家呢 也都了解了它的好处 就更加的受到追捧了 我也有机会呢 把进口的蔓越莓介绍给朋友们 这个原料呢 是从智利精选的 智利呢 是一个蔓越莓的非常好的一个优质产区 它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形状 那么它的东边呢 就是山 非常非常高的山脉 所以智利其实是一个高原国家 只是它的平均海拔 被它的海岸线所拉低了 那么种植这个蔓越莓的呢 就是在它的山脉上去种 所以它的环境呢 是非常非常的生态 这样种植出来了蔓越莓呢 就非常的纯净 我觉得呢效果就会更好 有一句西方的谚语 叫做从中国到智利 意思呢就是从天涯到海角 因为智利在地图上看来呢 跟我们中国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 它是靠近南极的 这样一个从遥远的天涯海角 寻觅而来的小果子 它生长的土壤气候 与我们这里迥然不同 它的微量元素 也与我们这里生长的果子 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人呢 在我们的食物结构中 也有一小部分 是需要摄取一些这种 我们平常吃不到的营养素的 这就是我想为大家 询味智利蔓越莓的第二个原因 当我拿到这个智利蔓越莓 在手上的时候 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感慨 所以才写下了两句话 就是远寻家果 为产娟 珍重方年 遥远的天涯海角 寻来的家果 为的是我们女性美丽的容颜 和调理我们的身体 希望大家呢 在吃它的时候 珍惜它的不容易 尊重我们的方言 蔓越莓呢 其实在西方 它主要是用于烘焙 那现在呢 我们不仅可以把它 当做零食来食用 你也可以把它 做成小点心来吃 我是很喜欢 在烘焙的时候 用到蔓越莓的 因为它不仅酸甜好吃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 所以每当我做各种点心 包括我做蛋糕的时候呢 我都喜欢在上面 撒一点蔓越莓 让它看起来 红红的很好看 那吃起来呢 又酸酸甜甜 小朋友是非常喜欢的 你就吃起来呢 我忘了 我忘了 你拿下涌 所以